政府21日抗疫記者會宣布調整數項抗疫重點措施 包括現時暫緩造全民強檢 取消9個國家、地區禁飛零,不再溶斷 除了繼續戴口罩,大部分措施放寬 來港人士酒店隔離7天 4月19日起,恢復小學及幼稚園面秀課堂 4月21日起,三個月分三個階段放寬社交距離限制 世衛近日向全球發出警告 現在不是放寬防控措施的時候 本港昨天新增確診回落到1.4萬宗 顯示有下降趨勢,形勢好像很轉 但現在每天的數字只是官方掌握的情況 實際上有大量確診病例沒有上報 真實感染遠遠高於公告 據了解,不少居家隔離輕症患者都沒有主動情報 這個大漏洞引來社會功德、公民自律責任和法律爭議 不及時倒流,後患無窮 疫情幾何級上升,表面數字有所放緩 不過仍未完全包括市民自行做快測 但未申報的不少個案,成為隱性的防疫計時毒彈 後果十分嚴重 一系本人病情可能轉為重症,二系傳給家人 三系通過空間或污水渠連累鄰居 令政府控疫大打折扣,切勿調而輕心 一旦社交活動變得頻繁,疫情就會有機會反彈 抗疫要足早、足實、足勢、環環相扣 雖然當局呼籲市民初陽,亦不要外出 但部分市民即使快測驗出陽性,仍繼續四維活動 恐承波亦不明源頭 據報有個三口家庭,全部人染疫 但父子自覺病徵輕微,又怕麻煩,不想入方艙隔離 不但沒有求醫,更隱瞞公司如常上班 每天外出十多小時,在社區遊走 有醫生指出,快測驗出陽性 甚至可斷定病人的病毒量處於相對較高的水平 極有機會將病毒擴散 當局本月初推出快測陽性情報平台 但不少輕症患者根本就沒有來到 或令政府低估染疫數目 有長者患者不想自己挽家人檢疫,選擇置行隔離 而長者已經退休,無需病假指 無向政府情報 亦有人即使全家染疫 但沒有太大病跡,不認為要申報 有企業彈性處理員工染疫上班安排 無需員工懲交衛生署情報紀錄 為何不通知醫管局呢? 有快測患者坦誠 因此發燒,一至兩日後就康復 不想去捉高灣隔離受苦 一位女市民說,丈夫對上個星期日做快測情陽性 曾問她要不要申報,但丈夫不願意 引述說,報泥都沒有用 於是獨自在房間隔離 每次去廁所之後會自行用漂白水消毒 一個星期之後轉為陰性 所幸未傳給家人 她形容自己多日泥,誠旺誠恐,身心俱疲 釐清染疫不報責任是當前防疫漏洞不可輕視的一環 轉科醫生認為,肯定有市民快測陽性後沒有情報 違約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有可能令疫情反彈 要防止反彈及控疫,需有效及早隔離 政府需加強隔離設施人手及醫療支援 並更廣泛應用新冠口服藥 加強市民情報意欲,鼓勵盡快申報 有需要就要隔離 甚至加強執法,才能有效防疫抗疫 以免防疫前功盡氣